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我们就像在这个IGF上面是说到了这样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真正跨界的这个信息交流 能够得到这种安全的信息的输送 能够得到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版权的保护和这个知识 所有的这些传送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涉及到所有的这种地域的不同性 这个各个国家的这种具体的市场的情况 那么这个电商是不断的增长的情况下 那么EUT所有的这些区块链大数据 所有这种崭新的技术 所以使得这个电商是新约翼 那么它已经变成了这种经济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领域 而且也是推动创新的这么一个力量 那么在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好 在这个工业国家也好 电商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经济的未来 那么这个数字经济已经变成了国民经济的一部分 而且它是有占有全球的跨界的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整个的这种电商已经是充分影响了这种贸易 那么很多地方在贸易的这种讨论 关于贸易上面的讨论 事实上也是包括了这个电商网络报应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可能是说数据 数据的交换 数据的这种相互的这种 就是保护数据能够这个畅通无阻 而且是安全的 这种受到保护的 这个是我们所共同追求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数据必须是有这个跨境的一个自由的流动 这个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挑战吧 必须是我们都能够这个去应对的 这个数字化的这种安全性 然后是还有的是我们的这个版权的保护 我们这个产品的这种保护 我们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种保护 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这个法律法规 是可以使用的 另外还有我们这个一些 这个真正技术上解决方案 通过这个软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些方方面面的吧 就是我们必须把它们都带到一起来 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有很多国家 它实际上已经有了这种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了 但是这种强制性的法律法规 有时候下好症就影响了一个数据的跨境的传输 那么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说过分的这种法律法规的这种情况下 使得我们这个过境信息呢 就这个碎片化 这样就影响了我们的贸易 那么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相互的 国家之间相互的这种谈判 也是就是不同的这种 贸易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部门的 这种参与的这种谈判 那么我们真的是如何的能够 实现一个就是一个国际对接 能够这都是我们现在之力讨论 共同讨论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那么IJF也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使得我们的这个方面的这些讨论呢 使得我们这个互接性啊 这种联网性啊 在这儿得到一个最好的讨论吧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能够有这么一个高端的 这么一个嘉宾论坛 是对我们这个议题非常有好处的 那么我也真心的希望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像讨论中我们也会说到 关于这个G20的整个这个会议中 提交的关于电商的问题 但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有这个真正的一个 我们这个嘉宾的访谈的一个准总结 然后呢 我们还会说一下 就是第13届20国峰会的 所做出的这种平台贸易的这么一个决议 我就也非常高兴 能够今天呢 能跟大家进行这个主持 今天的这个嘉宾论坛 也希望能够大家呢 在这个相互的学习中 我们能够有一个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个 得到一些新的支持 好 现在我们就请这个Paul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能够正式开始我们的 非常感谢就是你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幕词 而且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主题的介绍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儿做我们这个信任问题 或者就是我们就是数据流量问题 就是流动问题的就是我 我的名字叫Paul Finnegan 我是一个 我是这个互联网与立法 就是立法政策网络的一个一个传言之一 所以呢就是互联网它是怎么超越就是各个国家的这种法规环境 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之一 而且我个人就是有机会就是有机会就是今天在这儿就是主持这个会议 对我来说是极有意义的 因为呢就是我是神与柏林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对国家就是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会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在这儿要谈我们如何可以确保一种跨境的 跨越国境的就是这种数据的流动 而且我们在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一个这么一个论坛 而且我们比如说在这儿是那个日本的就是十天 就是日本的这个政府部门的代表 那么就法国就是法国的数字化代表 就是数字化办公室的政府办公室的代表 好那么我们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么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 路易在转大女士 这也是一个女士 是互联和社会研究所的就是巴西 巴西的代表就是罗扎斯 是计算机产业联合会的代表 那么是埃萨克就是拉丁美洲的地区主任 比萨克先生是苏黎西国际就是大学的研究员 我们 我们现在想先开始一下 那么要报道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二就是七国分会的这些有关报道 那么首先欢迎石田先生就是能不能就是先给我们做演讲一下 好 诸位早晨好 非常感谢 呃 发电阁先生 呃 诸位发言者 诸位女士们 先生们 我是感到很荣幸 呃 也感到很高兴 今天有机会在这演讲 而且可以简单的报道一下 我们的呃 就是今年的就是二十二十国分会的这个数字化工作小组的一些报告 那么首先呃 日本政府呃 日本政府呃 日本政府今年是做了这个就是二十国分会的东道主国家 而且我们的数字化经济部和我们的贸易部有了就是协商和合作 我们就谈讨了一些我们共同面临的呃 呃 挑战 而且特别是就是涉及到贸易和数字化经济 我们就有一些我们有了一些那些 呃 挑战 可是现在我们也是说到这数据的就是数据的流动 呃 而且呢 我们的的贸易部长数字化经济部部长就是都是在这参加了这个项目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都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进行了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论坛我们都是六月份的时候进行了这个讨论会 而且呢这个完全也是到于就是六月份末的时候也是我们把这个初步的讨论结果就传达给我们的政府首脑们 那么在我们在开始这个就是议程的时候我们的先说了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讨论 而且我们把我们这个争论的重要性 我们如何就是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一些重要性 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传达和传播 就是说数字化数字化的优势 这个我们是应该觉得是要给全世界传达的一种好消息 那么我们在这也有一种分布式的理解 就是这个都是一种分布式的政策问题 因为就是甚至就是我们在我们国家也没有一个中央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是一种分布式的概念就是是社会5.0 所以就是5.0的这个社会就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的建设 而且我们在这对于如何可以最佳利用数字化和数字化数字技术 以便不仅仅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也是可以对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对我们的议程就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定义 而且我们把数据的自由流动 我们就放在我们的议程的第一位 因为那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处理 也就是或者数据的流动是将来是经济 就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那么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讨论了在各种这种政府 就是政府轮毯和平台上 比如说20国分会等等之际 我们也讨论了我们的这些议程 我们讨论了我们在全球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风险挑战 我们对这些问题也是进行了讨论 而且就是跨越的国界的这些工作 我们也是做了就是跨境的工作 我们也是做了工作 而且就是如何可以确保信息的就是信息的就是自由的流动 一边就是同时一边也确保大家只有的合法权益 那么我们在这一直我们首先把我们的这个意向就放在前面 那么我们除了数据和信息的自由的流动 我们当然也承认和尊重就是各国的政策 就是它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也是有一定的权威 那么当然我们也理解 我们非常理解 我们要尊重数据的保护政策 而且我们也可以自由的 我们完全可以随时接受这些有关方面的协议 可是在刚开始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思考 为什么在对于这些合法的保护利益 我们如何要为什么进行那么深入的反省呢 为什么公司就是各个公司 为什么就是在这方面都是那么小心的要传达 就是以跨境的方式传出数据呢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用户 为什么几乎是害怕 它很深重的利用这些网络 或者就是也非常深重的 非常有保留的 提供自己的有关自己身份的数据 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像我们就是缺少信任 所以我们要坚持信任 那么大部分这些问题是产生于中对于信任的缺少 而且或者是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也缺少信任 而且数字化经济体本身也是缺少信任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先要建设信任 我们以后才可以推广跨境的数字化经济 那么我们也一方面这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可是我们在这也还是明白 我们也首先要加强建设 我们双边就是我们互相的信任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在二十国分会的范围之内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协议 那么我们取得了共识 所以我们一方面尊重各国的有关政策 但是我们还是想促进各国之间的自由的数据的交流 那么我们也是对于数据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和安全 必须做出充分的考虑 可是还是认为就是要想加强各家企业之间在数据方面的信任 而且我们的这个讨论的目标还是可以这样描写 我们如何可以理解一个促进数据流动的一个办法 也可以同时更进一步建设信任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非常具体的结果 可是现在就还有一句话 我们要还是鼓励我们能够建设和指定更多的这些多方面的框架和构架 我们当然了解各国的国境不同 法律框架不同 都是考虑到如何保护数据和数据的流动 所以为了加强和促进跨境的数据流动 我们要加强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各个法律架构之间的协调 而且简二单的说 我们还是觉得就是数据也是便利与发展的 数据就是数据便利与发展 可是我们这次讨论当中我们还没有提出来 那么这个协议呢 我们以后就 这个讨论和协议就晋升了 后来就是升级了作为二十国分会领导层的讨论内容和意向 那么我们也是想的办法如何在国际舞台上 可以跟好的促进有关数据进化 数字化经济和数据流动的这种讨论 因为呢比如说贸易部门的专家们 他们也是想推广有关电子商务的就是电子商务的协商 这也是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一个活动 那么他们也是想多了解我们如何确保这种跨国的就是跨国的数据流动 特别也是他们的考虑就是在这种电子商务 那么安倍首相在这有了一个大半成议 这个大半成议也是我们的二十国分会分会的时候的一个成议之一 而且二十几个国家二十七个国家在我们的正式分会开始之前 我们另外有了一个那个场外活动 而且他们已经决定就是启发这个有关数据的成议 我们在这也是想促进和支持国际有关数据的流动的这些讨论 而且我们还是相信这个争议会帮助我们协商 或者可以准备就是下一步的有关电子商务的这种讨论的准备和协商 那么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刚刚已经说过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半轨道 它已经是就是大半轨道那么欧萨卡特克它的意思主要是支持这个电子商务 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利于支持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这些讨论 特别是在我们的那个WTO的框架之内 所以在这可以说它是一种多层面的架构 而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呢 它也是还是说在数字经济在数据的流量流动等等 我们都是要推动这些讨论和交流 而且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说 我们都是相信这种不同视角之间的这些意见的交流 它应该就是涉及到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 因此呢互联网智力论坛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平台 可以促进如此的就是这些讨论和争论 那么我们面临这些挑战 但是我们还是理解就是我们进行了这些争论之后 我现在并不是想单独的就是分别就是阐述这些各个立场 可是呢就是我们我们在这一次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互联网智力论坛的就是各个平台上我们就有了这种讨论 而且我们将来呢就是在将几年我们还会继续进行有关方面的讨论 所以我对大家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就是我把发筒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 那么我下边呢想问一下 那么就是 那么就是萨巴库律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阐述一下 我们今年七国分会的数字化规刀的这些结果呢 好大家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非常感谢邀请我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讨论会 我们非常高兴的有这个机会 我们在上次七国分会在数字化方面取得了那些什么成就 在这有一些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就是我们法国数字化委员会的这个愿景 我们是有那些什么立场 而且我们是如何对于数字化社会是怎么看的 那么首先很简单的请允许我 我简单的做一个有关法国数字化委员会的一个介绍 因为这可能这还是一个很了解我们还不是很被全面指示的一个机构 我们是一种咨询机构 而且我们这个咨询机构还算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咨询机构 我们是向法国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工作 就是做政策的工作 我们是提供咨询服务的 我们在这也是就是跨越一种很大的差别 一个是技术部门 一个是广大社会 一个是政府 因为我们还是认为我们不可能就是我们不可能避免我们的公民参加这些讨论 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全社会应该也是要参加这些讨论的 因为社会甚至比我们技术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更为重要 一定事情是很清楚 就是这种平台的中操的最重要的这些决策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 它的那个意义是相当的重大 所以和其他的任何就是比其他的任何部门要比较 我们应该必须 那么我们对于数字化问题 我们全面邀请所有的相关 就是利益相关者进行争论和决策 所以我们在这也是在这个七国分会的架构下 我们有了这个数字化小组 而且呢我们可以主张我们确实在国际的所有的高级机制上 都要维持我们的这个立场 因为呢就是只有这些机制才会有我们的高级领导 与民间社会进行对话 我们去年的法国的就是做七国分会的东道主的时候 然后我们确实邀请了民间社会的代表参加我们这些争论 可是讨论 可是呢对我来说这只算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而已的 因为呢就是这么几个第一步呢 我们也还是要继续在所有的发挥决策作用的这些机制当中 我们都要充分地考虑到民间社会 而且互联网在这也不意外 我们都有全面负责任的就是我们有责任的绝对别放弃多边的对话 特别是在互联网的这个 而且就是互联网已经是代表全世界知识的分享机制 所以我们也只能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听就是进行对话的话 我们才能够真正建设一种数字化的服务 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技术问题 但是问题首先是我们要保障这些目标或者这些发展 符合我们的可知性性发展目标 服务社会 服务人类 那么比如说就是面孔的识别 就是这些面孔识别系统 而且就是这些在公开场所 在保密场所也好 用这些技术它引起了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么这个技术还是它还是其实性的 比如说只有你不是白人或者是就是妇女的话 这种技术就是识别就是面孔识别技术 往往发挥其实性的作用 所以呢而且假如就是有人去调查的话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往往可以看到最多还有政府和平台的 运营商之间的一个交流 可是你问的就是你问起就是广大被涉及到的这些人 那么民间社会就好像在这种讨论当中 一直看不到民间社会的代表 可是在这我们要的一个是多边主义 二是对话 所以呢有的国家 特别是在七国分会之内就是我们的几个国家 已经成立了一个开放和公开互联网的这么一个章程 那么互联网确实对社会发挥很大的转型性的作用 而且呢就是这些作用它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不一 那么我们对于个人的保护 仇恨的语言 等等我们有很多很多方面 比如说我们在章程前书这个就是前书的这个工程 就是章程当中我们也是对于这些危害言论自由的这些法规 我们也是提出意见的 而且我们还有了人权的保护 不过就是这种法规就是一个依据于人权的法规它是什么概念 第一呢人权好像已经是作为一种非常传统的 而且就是可考的一个一个构架 可以供就是我们现在的考虑供参考 并不是这样 而且我们一直就是也还是在互联网时代要积极为人权奋斗 比如说就是我们要支持言论自由 我们是要控制和反对国家的检查 那么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比如说一个是严重自由权 而且也是就是你有权就从互联网被删掉的 就是可以删掉自己的信息 那么我们在这确实需要新兴的一套互联网 或者数字化人权 就是数字化人权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我们在这有一种另外的一个步伐 我们要委托或者授权于我们的公民 授权于公民社会这种新的权利 所以这种平等权利是怎么传播呢 特别是我们有自动化的决策构成 或者就是有自动化决策系统 它是怎么可以确保它不是有歧视 所以我们如何真正可以平等对待所有的社会成员 我们如何可以在技术的平台上 特别在计算方式当中 梳理这种公平的作法吗 那么梳理这种作法是非常难的 但是是非常应该的 所以我们在这绝对不可以放弃我们的民间社会 所以民间社会必须参加这些参与 而且我们必须好好地认真地做好工作 以便减少我们比如说产业界当中的这些性别的差别 还有我们现在的决策系统的质量是非常的差 我们要做得更好 所以就是假如你从开头设计一个质量比较差的系统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假如我们如何推广数字化转型呢 特别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自动化的决策系统 它往往它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是一种所谓的黑箱或者黑箱子 那么我们也真正要积极地考虑到 全力透明度和能够解释背景的 所以透明意味着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保障 那么任何人可以对任何这些计算方式所做出的决策 可以调查 那么比如说一台机械或者一个系统 向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或者比如说一个面孔识别系统 它错误地把我定为恐怖分子 我可以如何接触这些设备的决策 就是基础呢 就是可以说在这地区是发生错误的 而且在一个数字化社会当中 我们确实说这个数字化的人权也意味着 我们大家都有一样的就是能够就是全力得到司法的保护 而且呢我们在这看到很多这些社会社交媒体 他们也做很多这些广告 包括政治性的就是宣传和游说的广告 那么在这甚至有一个区别 就和传统的公司来说没有就是有个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万一这种平台的运行商 他做的一个决策是做错误的 那么现在我们是无法修改 所以比如说你是做游说的广告 那么可能到下次大选的时候会产生不了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保障这些平台 社交媒体平台对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入的作用 所以他们对我们的社会要负责任 我们要求我们要避着这些企业负责任的做办事 所以我们在这就是这种透明程度合作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说到公平 我们说平等 但是我们说不到这些决策者和企业家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假如我们是说是有透明 但是就是谁不负法律责任的话也还没有意义 所以就是一切这些内容漏掉的话 那么就威胁我们的法权 所以这些法权就是数字化时代的这些法权是大家的法权 谢谢您的关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这些精彩的发言 我们是在这互联网出生五十年之后 有很多就是会影响数据交流的方面 就是这个速度就是发展的速度就是一直是加速的 就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些一些形象 我们是在互联网出生五十年之后 我们是在互联网出生的中心 我要跟你分享几个我们的讨论的一些法权 我们有五十多就是观点的利益相关者 社区专家政府代表百分之七十九的这些 理相关者认为这是没有正好跨境的那个互联网交流 他们就认为就是这个问题会越来越远中在将来的几年 我们就是目前为止听到的一些报告 有很多就是不良的形象 有很多有儿童的带 网络安全的违法随应的一些原则都有 所以这些银行都会互相影响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是在互联网数字经济的状况来看 但是如何能使用我们各国的那个法规 我现在有提第一个问题 你们已经提到的是第二十会议的 其期的那个报道 或者是我们就是对相关者对话之间的这个作用和重要性 如果这些就是对自由的数据交流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们评估 我们应该这些过程如何的表达 所以 现在你们会发现 看那个发展是什么 有哪些挑战和阻碍 我想先问了 Tillman Kupfer 你在世界全球的一百八十多国 就是从事要 谢谢Paul 大家早上好 我想提到数据交流 就是我们是在 比提英国电信公司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 我也会谈一下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调谈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刚才听我们的日本朋友介绍的一些人 我们是与一百八十多国家的企业的合作 我们也是在英国那个 我们的故事指数一百的是上市 我们跟Dux德国的那个曾经钓鱼所指数的成员体 很多就是要合作 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也是来自发展中国的 我们应该是拥有全球最大网络之一 和是世界观点电信公司的之一 我们也是一种数据物流商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数据就是到处都有的输入 我们的那些客户连都不会运营的 我们的客户就是在设计各方面的那个夹制链有关的 就是采矿、装修、物流、ICT、服务器、数据服务器 都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们的企业的行为是跟数据一直有明确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那个客户企业就是想利用他们的数据 他们的前提是有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这个世界的经济越来越数字化 所以效率也是不断的被提高 所以对数据的那个专业化 还是如果要对数据交流就有些障碍 这个会对世界的经济带来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信息业的年度报告的主要的一个结果是 就是大概有200多亿的价值是来自数据交流 所以我们经济大部分的那个价值就是依据数据的自由的交流 我们将来是要那个依据数据的情绪和这些都有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那个数据量也会越来越大就是有种爆爆炸的形象 所以我们都一直要处理越来越大的数据量 但是最关联的问题是一个也是得广泛的争论的问题 是我们的色影的数据色影形式的广泛的讨论 所以我们很注重数据是一个受保护的方式 一个很安全的方式是被输出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是很接着欧盟的数据保护条例 我们觉得根本不是它组成一个数据交流的障碍 而且是对数据的安全的交流做一个重要的贡献 但是如果你是从欧洲人输出到国外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的看着 但是对欧盟外的企业来说另一个调度是比较有趣 这个就是要在贸易洽谈 一定要考虑到他们这个方面 谢谢 我们现在就是世界的经济越来越经济化 所以我们也知道刚才听出来 就是数据量会一直是越来越大 特别是因为那个物联网也会增加数据量 我们现在要听波兰的代表跟我们的共享一些一点 我们在欧洲我们认为数据的经济越来越重要 根据欧盟外会那个经济增增加值会达到 就是提前1亿欧元会超越提前1亿欧元的这个价值 所以数字经济也是我们的整个的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那个推动引擎 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主要是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那个多方利益相关值的方式 我们做那个质利监管和政府的这些方式应该反映所有的那个利益相关值的事 我们的利益相关值的名单就是包括150名字 所以这是比较复杂就把他们所有的意见和利益丢掉下去 第二个是那个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 因为现在这个发展的速度是会差距我们立法的这个过程 当然是在一些知识的方面可能像一个乌托邦的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一直是加强不同领域的知识交流 我在这里要提到我们要进一步更深入的理解不同的发挥之间的影响和如何就是与不同的利益相关值进行过程 比如说我们在欧洲我们就是一个很热烈的讨论我们如何有一些发挥可能与我们的那个数据保护条例可能有一些矛盾 所以我们要对所有的利益相关值就是要说他们可能是那种发展的推动引停 但是他们就是可能没有全球跨国企业的这么丰富的资源 谢谢你你就是就一定很注重我们就是这个发挥的逆矩性和我们是对未来的信心企业对那个数据经济的看法要越来越多 或者有发生变化也要就是一些比如说中小企业他们可能面临很大的挑战 面临所有的都不同的那些发挥 我们现在要那个社交维生组织的听一些想法 你们知道我们也是在那个数字矛益以及网络矛益有一些看法 我们那个社交维生组织拥有一个这个方面的体制 我们是通过掐探的过程要达到一些效果 当然是比较复杂比较辛苦的 但是如果能达到一个结果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协调比较成功的一个方式 因为大家都达到一支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几个那个社交组的一些成员国 我们就是密切的合作 也就是有些相关的那个关税和一些颁盘的收取的一些安全性和效率提高这些都一些 所以我们都在一直是依赖这种一些提本的贸易原则处理自由的数据交流是跨境的那个数据交流 也要考虑到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数据的那个交流的限制 比如说有些要求有一些数据的本体的处理 一般我们就是社贸族都不太欢迎这样的一些政策 我们一般就是制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不是基本上就要求政府怎么如何落实的这些原则 就是基本上是我们让政府自由就确定 如何把这些原则就是落地掉输入自己的发规 在这个方面就有几个不同的方式可能会互相都孤立促进 我们的社贸族就是基本上是制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一般我们会补充的意有的写有的这些原则 比如说我们会提供一些灵活性如何 比如说有上限的犯罪的预防和一些制法活动 也环保的一些方面也很重要 这些都有考虑在讨论的时候 很有趣的是也是社人制定的 是好像我在一些我参与的论坛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们不会同意我们要走往哪些方向去 有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在西方的国内 也是西方和东方的国内 但是在全球的南方的国内 有一些有所不同的意见 政府也会有一些不同意的看法 但是我们都同意 就是数据交流是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是一个不这么明确的一些差别 所以我们说什么自由的数据交流 这不是最关键的 但是有一些说我们为什么要不确保自由的数据交流 是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本国的市场 我觉得这些趋势不一定是有良好的一些趋势 我们参与这些过程有时候就是很艰苦的 和我们也是2015年第一次 就确定了有一个不要提建筑物品的一些 一些谁拿谁 那时候人们就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觉得可能 无为比做一些错误就更好 现在人家发现 网络发展都一直是加速的进展 所以现在人家有点担心 如果我现在不是采取行为的话 是不是台湾呢 是不是我会落后体来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主要是可能一些差异和不同的意见 但是也是我们先要制定一些 选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这是我已经说的一些 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谈判过程 所以我们要吸引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资源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达到这种最佳做法 所以这种数据保护条例 我觉得是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这是可能也很有需要的 但是能不能把这种数据保护条例 也是转到其他的法治 这是一个海德讨论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一些政府 海德进一步就是 制定一些法规在网络贸易方面 这个可能也是在生贸族之外 就有决定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那个 赛博安全的什么 我们也需要被保护 这不是我们处理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作机制 所以我们就是 什么就是肯定 目前进展的工作就应该是比较有效 也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基础 但只是很多这个合作是比较 离子性的太小型没有这种跨部门的 那个比较完善的合作 所以在这个要发挥一些体制 好 刚才给我们这个情况介绍到这个很现实的情况 那么就是说现在是呢 我们就是说整个的就像一个摆中一样 摆到了另一个极端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急迫感来解决这些问题了 你也刚才说了 就是说有很多问题是真的是很急迫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实际上要讨论一下关于贸易的问题了 虽然我们讨论的是贸易问题 但是其中又关注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这种因素 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一个国际的层面 能够进行组织上的一个这么一个问题的解决 Lisa 你是这个互联网社会 互联网社团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代表 是啊 我就很高兴能够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关于这种网络上的这种复杂性 那么我知道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方法 或者说是可能的这种解决方案 在巴西事实上呢 我们巴西这个互联网组织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在这个不同的这种对话 或者说一个真正的透明机制 事实上是太缺少了 如果是看到了我们下一步 如果是想实现我们共同愿望的这种目标 我们因为知道就是从互联网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么一个社团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真正的解决方案是都是为大家的 就是无论是这个在这个法律法规方面 还是在这个网络贸易的这种各种的这种机制方面 但是所有的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 就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这种参与者 他怎么把他们带到一起来 那么如果是我们说到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这种机构 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问题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说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在这个整个讨论议程中 或者说其实他们在利益上是有冲突的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就是 所以他们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出发点就是不一样了 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共同的这种出发点 我们是不是说可以这样说 我们想需要的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多边的这么一个倡议 就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项目做的倡议的确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他这些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来保证网络安全 如何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 这些议题都是很好的 但是他的所设置的 他的设置呢是一个全球化的 不过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是说 这个事情本身要放到这个现实中 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件里去解决的 所以我们只把它停留在一个国际的讨论的层面上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行动起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落在一个国际的层面 我觉得就是国际的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但仍然我认为就是说要把不同国家 不同的这种方面的利益相关者都放在一块 你不能够说光邀请一个地区来一个代表 这个是代表不了本地区的情况 我们不是老说吗 我们这个流程一定要是有包容 包括了大家的这么一个全面全覆盖的这么一个流程 好这点你说的非常对 我觉得就是稍微给你总结一下吧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 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利益观众 带到这来 但是每一个措施在全球作为讨论是可以 但是如何是这一个措施 各个地方都可以实施 这个是有时候是行不通的 海陈你是CCIA的 作为一个政治的这么一个机构的这么一个代表人 那么事实上呢 你所代表的是各个这个能源企业的这个政治 政治的这个层面的这种联络 大家早上好 谢谢大家来也得邀请我参加我们的讨论 我感到很荣幸 CCIA是一个国际行业协会 专门是关于这个这个网络服务 网络的这个网络的服务 各种服务的这种支持者 我们这个当然是说 对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电商的这种方面的这种发展 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我因为我们的业务本身就是关注到这个数据的交流了 比如说吧 就是说这个中小型企业在这个整个的在 网络上建立起自己的这种这个网店的时候 那么可能是就是有很 还有是说在整个的社交媒体里 如何有自己的这种账户的话 这个就是事实上就本身就已经关注了一个 安全性和一个它的一个稳定性 如果是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把它碎片化了 对我们的整个企业的这种真正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会影响他们的这种市场份额的占有 就是进入市场的这个占有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从这个数据这方面 数据管理治理这方面 我们就是说非常支持企业呢 多做一点 因为这个整个的网络发展是非常快的 那么很多这个我们讨论的这个像这个 这个新核组织也说到这些事 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保证这种跨界的这种数据的 传输能够顺畅的进行 那么我们就是说如何把这个数据用于这个网络贸易的 另外这个世贸组织也现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非常高兴 一共有这个86个国家都参与了什么类似的这个主题的这个讨论 我非常高兴 另外也非常高兴了 就是说这个欧盟它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网络贸易 或者说电商方面的这么一个协调的这么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就是说使得网络的业务呢 也是可以有一个有很大跨度的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协调合作 另外还有一些很多因素当然是威胁到我们的合作的 比如说一些国家本身的自己的一些法律法规 限制了我们网络贸易或者说我们影响了或者是伤害了个人隐私 当然很多一些时候呢就是国家安全会是一个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么多词吧 那么比如说这个数据的这个跨境交流上 他们会说由于这个整个的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是无法实行 就是还有基础设施如何本土化 这也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把一些非常这个敏感的这种数据 如果是没有足够的把它这个加密 如果是没有把它做一个这个中心计划的管理 会不会就是影响了这种个人的隐私权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 能从 关于这个个人隐私权这方面的一些法规吧 那么如果是企业本身特别是中小企业 他对此不知道 那么他这个是处于一种这个无知的这种情况下 违反了这些法律 法律 这就需要我们时间要有这么一个传播的这么作用 在这个数据整个的这个传输的过程中 来这个保证这个个人信息的安全 那么信息传输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一体 另外呢网络本身也需要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 而来这个整保证它能够在网上开发出新的市场 这个地方是有安全 而且呢是把这个所有非法的内容把它要删除 而且比较这个简易的这种海关的这种轻负 那么如果是想支持我们网络贸易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世贸组织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界组织 现在已经很就意识到了 在不断地做这方面的这个努力 谢谢Rachel 你做的这个评论也很好 你刚才说了 不是说 也不能有这种单独的这种 这种孤立的这种行动的方式 我们必须就是共同来行事 而且你也特别提到了中小企业的这种不安全感 而且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国家主权 在什么情况上 他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社会的 公民社会的这种情况 那么从这个整个构架上来讲 我们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我们的数据的安全 好 谢谢 谢谢 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坛 我觉得最重要点就是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网络的 基本原则 必须得以保证 我们不是说就是说 在网络上我们做这个做那结果 都把它给弄坏了 整坏了 我们必须是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 把这个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 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那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 网络本身它是我们自己 建立起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种工具 我们应该把它真正的好好的使用起来 它是带给我们的好多的好处 就是说我们要学能够实现一种平衡 有些网上的东西是可能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说在一个网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构造的 那么在这个建造这个网的构造的过程中 你就首先你就不用再考虑这些各个国家的这种不同的地方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你必须还要考虑到 这个当地国家的这种法律法规的状况 那么这个在它的构造情况构造中 那么还有一点 我们是可能在会上媒体 就是说我们老说这个信任 这个Fatown的信任 就是说在这个数据传输中 你要有一个相互的信任 这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说它是重要的呢 就是你必须要记住 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 其实本身就是以信任为它的基础的 就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沟通吧 它本身就是因为你信任 才这个真正的实现了这种沟通 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断的探讨这个问题 和不同的这种利益相关者 而且这个整个这个网络本身 它是当然有大这个网络营销商 事实上呢这个网络本身很难就做到一个真的一个地区化或者本土化 我们就是相信 这种合作 才能够真的是把这个网络的这种相互信任建设起来 当然有好这个 信任 就包括了这个信任 这个技术信任 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网民 信任你这个营作商 所有的这些你都要记住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规范 是如何的这个得以遵守 才能够使得各方能够相互之间有一种信任 我还想就是说两点 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合法的这种这个使用网络吧 另外就是说这个内容要加密 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如果是说没有这个这两点 关注到这两点自由的数据传输就不可能实现 或者说就会比较混乱 所以说为什么说信任是重要的呢 在这种传输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信任 我们如果是说这个网上的这种加密 如果是说这个处处把它给都这个加密了 或者说过分的这种东西 可能使着这个网络就用不起来了 我们就等于是自己把它给破坏了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本来是个好意 但是结果呢反而产生的这种问题 比这个原有原来的这个期望的还要多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是这个数字经济 它本身要得到保障 就是必须要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平衡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信任的问题 还说到了这个加密的问题 还说到了这个网络的这种设置构架的这个 或者说是国际合作的这个问题 这点的确是很重要的 谢谢 谢谢大家这个耐心的请听 谢谢大家这个 我们马上一会儿这个整 主机讲演之后 我们就做这个问答了 我们这个嘉宾也可以回答你 就是你可以去那个麦克风那儿 或者是说 您是作为这个作家来讲 您是写了好多的关于我们网络的这种趋势 是 您可以估算给我们预测一下吗 这个真是很难说了 Powell谢谢你 我们这个事实上 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就是说 私人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合作 或者说是这个不同的这种机构的这种合作 是不同的局面 所以我想还说一下贸易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说的一些话 可能是有点不合时宜 或者说 我是最后一个这个发言人 我就说的这个五四点 我想抓紧一点时间 我自己是这个政治学家 我是专门研究这个国际贸易 国际这个谈判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呢 如果是这个合作中 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一个这个 战略把它安排一个战略 它必须的就是说有一种真正的这种 均衡性才能够真正最终的实现一个国际构架的 这么一个成功的建造 那么在这个网络贸易的上面 我们可能是情况比较复杂 那么就是说一个多边的不同 各种的这种情况吧 很可能我们都是出现一个多边会谈判的 这么一种状况 我们也来这个建立多边或者是双边的这种自由贸易区 那么我们事实上 可能是这个在这个网络上的这种自由贸易区 也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这种所有的规定 当然还有好多的这种可能的 可能产生的这种矛盾或者分歧 还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领域 不是说这个由地区差 就是南北东西的地区差而产生的一种分歧 我们的这个Joint State Initiative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多边的就是说多领域的这种倡议吧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这个是 门槛国家的大部分像中国和印度 他们事实上呢 不是非常愿意加入这么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合约的 那么说的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国家的这个数据的这种定位 还有这个其他好多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做到 就是说真的是做到一体化的这种情况 那么还有这个私人的这个信息 国家安全的信息 这个这个这个贸易上的信息是否能够自由使用 这些所有都还是问题 我们觉得就是说最后 我们会有一个经合组织加的这么一个一个结构吧 就是说来做我们的这个这种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么其实超出这个结构也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说这个贸易流程本身不是就是足够以 来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各个 不同这个代表的这种之间的这种利益的桥梁 那么大家真的是都是利益不一样 位置也自己的立场也不一样 那么如何是这个把这个真正的这种差异 把它给减轻 事实上我们的好多的谈判 都是最后无机而终 那么如何我们真正有一个透明的流程 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清楚的知道 那么 就这种国际 国家本身的这种责任也是其中要承担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不知道其中要真正的 还需要什么更重要的这种 这种内容 这种情况 很多国家是不断 有些国家它是想把做的更透明化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比较难 另外还有一点对我本身来讲 好多事实上我们都编的谈判 有不同的这种论坛 我觉得就是要建立起不同的论坛 才能够使各种声音都发出来 才能够真的使大家相互认识 比如说我们有二十峰会 我们只是靠政治层面的支持 也是不足够的 我觉得各个国家的不光是政府层面 还要有立法方面的对话 在这个G20的整个流程中 我们希望把它建设起来 那么Gips亚不同的论坛 全球经济论坛 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就是要建设更多的共识 特别是这些本土化等等 我们要取得更多的共识 而且我们 我们拿一些什么政策 可以合理的和合法性的限制数据 而且我们就不应该是有过分限制性的法律 所以在这就是贸易的那些协商谈判者 他们要是在这需要依靠更多的这种专家知识 和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贸易的时候我们开始对跨国服务 就是产业做这个谈判的时候 我们有了非常丰富的这种各方面的专家的背景和知识 所以最终呢 我们在这需要更多的这些专家 但是我们同样也是需要更多的民间社会的 社会的这些广大支持 那么我们在这就是这个和贸易有关的这些工作 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要积极的协调与其他的这些各方面的活动 所以我说意思是就是我们好像不是什么隔离 说就是有一些贸易谈判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非常感谢你在这分享的这四点 而且也是呼吁我们多加强我们的协调 确实我非常感谢你刚才说 那么我们到底有那些什么促进 就是我们促进方面 我们到底有哪些什么可以促进协调 好 诸位观众 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一个 我们可以做一个互动性的讨论 那么就是首先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好 我是法国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一个 这些思考的代表 那么从外表外部 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就是有一种 差别就是 那个 法规好像一直跟不上我们的软件的发展 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些软件就是看到就是 它里面内部有那些什么成分 如何它是可以忍耐安全吸引 等 所以就是软件特别是物联网的这个发展的速度 是非常的寻闷 而且我们对于这些决策 就是如何建设一个自驾式的 就是有一种无私机的这种安全的汽车 或者你也只可能就是用开放的公开的这些软件 公开的这些密码 只有是我们有公开的或者开放的软件 我们才可以做好这种对安全的 就是涉及到安全的开发 这个确实在数据空间里面已经很好的促进了创新 就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先就是提几个问题以后 我们就可以集中好谢谢 我是来自巴西的名字叫Fernando 而且我也是一个全球互联网治理方面的研究者 我是向马克勒提提一个问题 或者不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 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一个 一个金合作组织 我们能不能对它的功能扩建或者扩大 就是OECD Plus之类的概念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覆盖一些非常敏感的国家 像伊朗、俄罗斯、中国 这个也可能会 以为在某些方面我们会遇到更多的分岁 可是也就是目前可以说一个主流的治理模式 就是美国的治理模式 但是它是存在着的 所以我们如何想与这些权威主义的国家 有关互联网的问题进行协商 尤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行为 可以说它是这种侵犯性的行为 就在线有个问题 那么有关国际技术标准来说 有哪些什么国际产业呢 那么下面就是数据保护 数据的法规和坚持 就是按照有哪些什么国家在数据经济转型当中 算落后的国家呢 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第三个问题 现在就差不多 好 好 诸位就是我们的讨论者 我们有关开放 变码 我们等等就是数据保护等等方面 都是有这些各方面的意见和问题 那么就是OECD Plus 我这是刚才就是随便说了一下 我并不是想树立一种新的术语 可是直接就是对巴西的这位先生 想做个答复 确实我们一个真正的全面性的协调和和谐 在贸易问题上就是要取得是非常难以得到的 而且呢 我们在这就是各国的这个国家系统 比如说美国、中国、欧洲 你还提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们有非常客观的区别 而且就是以前这些国家 那么就是在乌鲁怪我们 那么就回忆 那么你可以好像就是邀请大家 你就做一些拖鞋 那么就可以取得一个 就是这个模式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生存力 因为现在就是各方之间的利益的这个区别 越来越深入 我是生活在日内瓦 我是经常听到就是我们 我经常听到这个南北就是或者北南这种区别 这个都几乎是像七七十年代之类的 好像就是好像是一种对立的 而且就是南部也是非常的复杂 因为巴西可能就是和南非有区别 南非和印度有区别 印度和尼巴尔有区别 所以我们真正要说我们先对于这些愿意做出贡献的这些团体 我们先组成这么一个团 那么以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种局部的谈判 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哪些什么好结果 这也不是大爆炸之类的一种谈判方式 你就是全世界就是在一块儿跳舞唱歌 那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么一个现象 好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 好请 我对这个开放变马无法说很多 可是我们怎么看 那么是这个世贸组织 而且就是特别是对这些国家 就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些国家 我们如何想就是可以克服这种区别 而且我们在这也是东西边之间的差别 也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在 在经合组织当中我们也是看是怎么 看有哪些什么共同点 有哪些什么区别 那么比如说就是我们有北欧的国家 我们是有美国的这个团体 而且我们还有欧洲东欧等等 所以欧盟在这还是一个可以说它还是有一个神重的原则 那么欧盟还是就是想首先确保 他们先落实好他们自己有关系统的工作 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容易保障 所以我们可以跟各国之间的或者成员国之间的数据的交流 那么数据的保护 它可能的理解和它概念有些区别 所以我们能把这些就是各方 能够让这些各方互相进行沟通 就可能已经会有一个作用 而且数据的这个流动它本身它发挥转型性的作用 比如说欧盟和日本在这已经有一种互相承认的 就是互相承认各自的这个数据保护的这个法规 他们互相承认就是欧盟和日本已经承认了就是有了共识 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协议而且在一种多边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也必须还有另外想其他的方式 那么李先生刚才就是说过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发现共同原则 可是共同原则在这是一个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因为欧盟它是 欧盟也不是像就是单纯的谈判什么一个贸易协议 所以在这我们是不是有两个一个怎么概念 第一呢就是一个框架或者一个方位是 我们限制数据化的本土化 而且就是这些在有数据保护法律的这些国家 它应该对于这些数据的产生国 原产生国它是有这种恰当的保护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障这个数据的方向是 流动是多方向性的 那么在这我们也是对企业 我们应该也有一种共同的环境 一边就是也不能可以要求单独的企业 下降自己的有关数据保护的标准 或者就是放弃自己的原则 这个我们是想避免的 而且我们需要更多的有关数据保护的对话 这样的话我们的各国各个成员国这些法规环境 就慢慢的会移植 而且特别是贸易专家也可能和数据保护的专家们可以互相 更好的可以互相供借鉴经验和参考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这在各种政策的领域当中 我们要更多的更好的交流 因为很多这些问题我们在这 他的这些问题的连贯性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我们先欢迎Bill和Tillman做一些补充大佛号 不好意思,对 那么我只是想在这补充一下 那么特别是对这些前卫主义的国家 我们是怎么对他们的包容来说 那么就是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参与国家 所以呢,我们在这 我们是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的那个协议 那么也是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贸易谈判论 就是谈判会当中 我们有没有有一个对数据保护的一个概念 而且他往往写的比较抽象 而且也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而且我们也可能就是现在有的这些讨论 就可能与某些国家的这个法律 特别是有关数据的透明性是会有冲突的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在 我们确实在 WTO 氛围内要保障 就是我们不会 威胁我们这个协调过程 好 那么我们先要再次指出一下 就是OECD比过去广泛的多 而现在就是我们 我们是要考虑到有的人 他可能是不是现在 或者有的国家先还不是想检署 他以后可能检署 所以呢也可能 中国俄罗斯都是谈判者 或者是谈判国家 而且比如说像日本 美国 这些国家 他也是想 就是他的自己的那个 算他野心是非常的高 所以呢就是 你不可能以自己的最高的目标 你不可能 妥协的参加这些谈判 因为这样的话你谈判不了任何结果 所以呢我们还是就是任何一方 都可能就是要在这个互 就是互联网和数据的保护方面 就是有的国家 必须得做一些让步 那么我们还有这些 非关锤性的障碍 我是在这 确实我是在这那个 就是非关锤性的障碍 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根本还没有什么关锤 就服务是没有关锤的 所以我们就以前是负责服务 产业的贸易的这些人员来说 我们发现就是在数据的方面 我们还是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如何可以好一些协调各国之间的这些法规环境 所以呢在这完全就是各国的这些那些立法团体 或者就是立法就是这些工作者 我们在这我们是有一种部门性的这种一种考试 就有几个政府部门 我们邀请了政府部门参加在这些会谈 那么现在就是各国首都的政府部门已经有很好的对话 比如说中央银行代表 他是不是就是和政府部门谈贸易 谈日内化程序等等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也可以跨学的跨部门 会有更好的更多的交流 可以更好的借鉴经验 这是非常应该的 是做得了的 而且也是一种多种学术和多种专业的方案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 有没有其他的就是问题 好 欢迎 而且请您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就是贵谷的一个 我的名字叫贵谷 我是来自贵谷的一个数字企业家 特别是就是对这种仇恨语言和谣言 特别是这种谣言 就是如何传达谣言的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 而且就是我们 我还是觉得就是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有了比较少的 因为就是我们对于这种仇恨的语言 它好像主要是针对就是政治家的这种语言 但是好像它并不考虑到企业和企业家 我们在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工具 可以坚持信任 那么我是想问大家 那么 那么比如说就是你污蔑政府 你污蔑政治家 你污蔑企业 你是怎么可以避免这种分布 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好 那么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各方面的各方面的专题的这些讨论 就是连贯性是非常的强 特别是伪造的谣言 它已经是一个 它是一个客观的实际情况 所以呢 连就是各个这些立法部门 他们已经是无法控制这些事的 好 你还有什么想法呢 好 我还是想再说 那么现在就是对于人工智能 就是在人工就是这些人工智能专家们 就是人工智能专家们 就是人工智能专家们 他们对于这些那些那些伪造的这些 就中文也是好像也是一样讲deepfake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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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就是 它是一种那个深度的 伪造的 混成信息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已经 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分析和发现 所以就是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体系可以 警告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非洲的鲁万达 有那个大规模的屠杀 所以就是只有你是在广播颁布了这些很多谣言 它确实煽动了这些大屠杀 所以我们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一些那些控制方法 而且我们如何可以控制这些 这种谣言的扩散 我们要控制这种谣言的扩散的分布 而且它这种谣言它会有非常客观的效果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的那个做法 不仅可能是依赖技术 我们还有一些那些工程信息的一些那些机制 我们还有那些深度学习的机构 我们这么做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我们是从事网络的视听 但是不是在这种深度的层次 就是加星期 可能就是也是那个村庄十倍工地的 所以很难说 有时候很难判断什么是加的 这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这个信任的主题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是要造出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第二星期也是在这个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还有时间就是再提一个问题 因为我本人也还有一个要提的问题 那我要回顾一下我们就是就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GT和GR社的这个报告 我们就是在去提出那个互操作性和去提 都包括注重那个对话和听信交流的价值 好像我越来越听了一个一种大家都打到一支我们需要一种融合性的解决方案 就是观点就是如何能造出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你想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就是可以不同的设定不同国家的框架之间的协调 然后以提高那个护照性 操作性就是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提 每个人就提出一个一个建议 有一期请请你开始 好像话重要一点 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对我了解 就是 网络和信任 政策的一些内容 这两个事情是不要生成一个矛盾 但是这两个因素应该是人手来先进互相加强互补互加 但是 就是那个 同等性 欧盟和日本的电关 之间 折渡之间的同等性 是很好 所以 我们也 虽然我们有不同的一些 匡大体制 但是我们还是能做的护照 作性 所以 如果我们想到一些 法国一些原则 一些抽象的要求 政府有时候 不太了解 提出的设施 和拥护情况的设施 所以 我们要 了解 在设施情况的环境中 什么是有可信性 我们也应该有一种 政策的 反应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 顾虑 就是 不同政府和多方利 相关者的 听他们的意见 提了他们的意见 我回答就比较简单 我们 需要做 就是 还是要一直是推进 多方利 相关者的 这个讨论 谢谢你 这是一个很复杂 很难回答的问题 当然 我们要继续进行对话 但是 我们目前的 面临的挑战 都是递迫的 所以 我们没有多少的沉淀 不能太荒漫的进展 但 在我们那个委员会 我们就是 鼓励人家 就是 聚集 不管是 民间社会的 各方面 全全方方的 组织 就是要 编织 所需的 路途 就是 怎么推动我们的原则 大部分的时间 很可惜的是政府不太了解 也 游戏的规则是什么 怎么回事 所以 可能我们 明天社会的代表 包括我 可能 可能 我现在说的不是 很有外调的那种 自律 就是 我觉得 明年社会 要超越政府 再 编着这些路途 一些政府 就没概念 都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 他们 真正的 要理解 要听 专家 和 明天社会 具体 和 积累的 一点 我觉得 我们不会拟定 这个 很完美的 一个 路途 但是 我们 还是 就是要 积累 所有的 一些 一点 所以 我们还是要回巴黎 我也 觉得我们从今天的 题的问题和今天的 争论之中 听出来了 所有的主题和话题 就是 有密切的 关系 不管是 审查 就是 获得信息 贸易 基本的 权利的 保护 如果我们观看 贸易这些方面 我们 也应该 用 贸易界的 代表 和 数据 保护 这些方面的 操作 就是 让他们 就是 沟通 和 跨部门的过程 因为 数据和 贸易的 关系 都是很密切 我们 有 这些工具 我们 就是要 好好利用它们 所以 所以 数据 保护 不能 要 成为 那个 关系 海关的 一种障碍 和阻碍 所以 可能 我们 不要光 考虑 如何 拟定一些 共同的原则 和 看 国家的 数据 保护 法规体制 我们 能 安全的 交流 数据 的 一些情况 所以 这样一些 国家 没有 道理说 我们要用 本级 保存 数据的要求 这个 从这种 框架下 就没有意义 力点呢 你有什么想法 如何合作 我觉得 没有一个 就是理想的道路 接着所有的问题 特别是在 互操作性的方面 如果 我们要 达到一些 进步 点赞 我们要一个 跨地区型的 对话 一个很开放性的 一种 协调和 交流过程 就是 也有一些 理想管者 给他们 就提供一些 轮堂和交流的机会 中小企业 科学家 企业家 我觉得 如果我们这样 就 能进行一种 讨论 不管是协调 所有的那些 法国 也可能会 找到 典力更多的信任 和减少 大家都感到 不安的 这种 感受 我觉得 我们就是 这种 不 点管 非点管 性的 网络 操作 目前就 没有 科兴性 现在 关键的问题 是 这种 通识进行的 这些过程 是 怎么能把它们 连在一起的 因为 有 民间社会 的讨论 洋行 之间 还有 才 安全 的 那些 代表 进行的 讨论 另一个 方面 是 我发现 如果 你已经发挥 那些 道路 的 规则 应该是 什么 应该是 一个很 原则性的看法 还是 在 高级 变成 这个 我觉得 有一个 科兴性的 模式 可能是 如果你觉得 你比较熟悉 对那个 国际 兼信的 那个 行业 是 要 一定要 召开 一个 全球的 一个兼信 行业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 只是会 贡献 他们的 相关的经验说 我们这种 法规 怎么用的 怎么成功 如何 就 打造一些 的 还有 那个 网友就是 那个 发展的 那个 制度 是 要没有 一个 统一的 监管 体制 他们可以直接 就 沟通 就像一个 全球的 那个 监管轮堂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也是把 社会 民间社会的 代表 就是 一体 参与这个 轮毯 我觉得如果能 提供这样的一个 过程 应该是很有 帮助的 可能也是 这个目标 就是 定得太高 是不是 就是 好像我们可以 超越 我们那个 制定时间的 五分钟 路下 我 赞同 就是刚刚提出 这些 一点 我们应该 想一想 采取一些 不同 利益相关 者的 可以 跟走的 步骤 就是一些 对话 具体 就是 输入 民间社会的一些 看法和一点 输入这个过程 反省我们的 社会的目标 应该是什么 我们 选择 面临什么 适时 情况和挑战 当然 就是 可能是 比较 难理的 和 难以想想 一个 我们能 每一个 世界的 问题的 一个 困点 这样子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就是能 打造一些 共同的 框架 和 一些方面 一些论断 也是可能 跨 原定的 跨 政府 级别的 一些 是这样的一些 一些步骤 谢谢 路易沙 Rachel 我也会 只说地区 因为时间 都要紧张 我觉得 是 美国的监管部门 就是 进一步 就是 加强监管 我们觉得是 我们应该是 看未来的 市贸族 就提出什么 什么 疑点 我们也看 有其他的论坛 就是 欧和族 和 IGF 就是这样的论坛 他们也可以 发质 发质和体制 SEBASTIAN 这是数据 那个 交流 因为有互联网 就有那个数据交流 有 我们就已经听到了 那个 深度被造的 那些信息和图片 DEEP FAKE 这些都有 但是 我们一直 不要忘 就是 我们就谈那个 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 就不能把它破坏 因为 它就不断地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也觉得 监管 部门的合作 是很重要的 但是 基本上 我也说 我们都有一个 缘往 有一个 有魔术性的 一个 苗条的 一个 解决问题的 一个 广泛的地址 但是 如果 成员国家的 利益 就是 按照他们的 每个国家的 国庭来定 那就是 产生很不同的 那些看法和 利益和意念 所以 如果你听 瓦行顿的人 听他们的意念 他们说 所有的 那个 知识库 和什么 都有 都有一个 一个 社会的 线路 但是如果你 听印度的人来 他们的 社会线路 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这是 很多 有 差异的 一些看法 所以 他们说 很多 这些人都会 反抗 就是 不符合 他们的 想法的一些 洽谈 所以 这种对话 不应该 光在 那个 贸易 洽谈 这种 的 也是 要理解 为什么一些 国家 对 数字经济 和数字环境 也有什么 看法 如果你 不 到了 这一步 你可以 不管你 开多少 找开多少 那个 远作 方照 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现在都聊了 好像 这些问题 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所有的 那些问题 是 密切的 连起来 所以 我们在这种 网络社会 网络 境地 面临的问题 是什么 我还想 就是 提出一个问题 说 你刚说的 那些问题 这些问题 就不会 一下子 描述 描述 所以 我们就需要一个 互联网 多方 理想观者的 一个 论坛 所以这样的一个 模式 才能做一个 把所有的那个 多方理想观者 拉在一起 就是 进行一个 广泛的 讨论 所以这个应该给我们 都是 一个未来的导秀 大家都是为了 我们的那个 论坛参与之鼓掌 谢谢的各位 我希望 今天的那个 会谈 就是一个 下一步的 会谈的 开设 昨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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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